婆婆车祸入院 手术只有外科一把刀的老公能做 她却因为要陪初恋618砸金蛋 说没空 燕桥 我好不容易休一天 不过是来帮阿云砸个618金蛋 你能不能别搞这么多事情出来 不等我再开口 她就挂了电话 我再打 电话已经关机 那一天 婆婆死在了手术台上 嫂子 刺穿阿姨胸口的那块玻璃 压迫心脏动脉血管 血流太快 你赶快问问牧主任到哪里了 赵医生从急救手术室出来 边抹汗边催促 你让牧主任快点 阿姨再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 我整个人慌得不行 只好再次拨通牧思扬的电话 好在这次终于拨通了 燕桥 又有什么事 电话带头 她语气不耐又嫌弃 你赶快回来 妈已经不行了 我没说完 电话再次挂了 再打 竟然关机了 我跌坐地上 傻子般执着 再次拨打电话 依旧是关机的声音 婆婆一向带我如妻生女儿 我不甘心 就这么放弃她的生命 我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大耳光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慕思扬曾经提过 苏云在我们小区买了新房 抢到了装修公司618优惠名额 我手忙脚乱地爬起身 半点不敢耽误直奔装修公司 苏云和慕思扬果然在装修公司门前 我的老公贴心地拥着别的女人 生怕他被别人挤到 看他俩亲切热热的模样 他以为他们才是两口子 我无心计较 快步走了过去 慕思扬发现我的到来 平下脚步 四目相对 他眼中的柔情瞬间化为冷漠 燕桥已经跟踪我 你这样不累吗 他怒斥我 语气尽是责怪 眼神厌恶 仿佛我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就不该出现在这里 我无心理会他的态度 满心只有危在旦夕的婆婆 心急如焚地拉住他要走 妈被车撞了 快跟我去医院 只有你能把他从鬼门关就回来 他避开我的手 看向我的眼神 鄙视又无语 像是在看一个争宠的小丑 妈半个小时前还给我打电话 说在老年大学上课 你撒谎之前 不能相过脑子吗 穆斯阳笃定我在骗他 苏云站起身 挡在我和穆斯阳的中间 语气不悦 艳巧姐 你这心肠也太恶毒了吧 斯阳不过是帮我砸个金蛋 以至于拿阿姨做法子 这些年 阿姨可是把你当成亲闺女一样宠着 你怎么能揍她 她一句话 就让穆斯阳对我更冷漠 她恶声恶气 你如今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连我妈都成了你争宠的道具 你还是人吗 我根本不在乎穆斯阳怎么看我 一心只想马上拉她回医院就婆婆 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 妈刚出门就被车撞了 玻璃插进了胸口 压迫心脏动脉十分危险 她现在就在你医院手术室抢救 你要是担心我骗你 你可以打电话给妈 看她还能不能接电话 想到婆婆那浑身是血吓人的模样 我急得要哭 却不知自己的焦急 落在穆斯阳的眼里 越发像作戏 她冷笑一声 看我目光嫌弃又厌恶 苏云想先开口 燕巧姐 你说谎也不打草稿 要是阿姨真的送去医院抢救 医院那边会不会给斯阳打电话 我知道你不满意斯阳陪我 但我们真的只是朋友 你不必整天一神一鬼的 连带着阿姨都要被你拉出来做挡箭牌 你就不怕真的诅咒一念 阿姨真的出事吗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她说完又是摇头又是叹息 仿佛我是什么食恶不赦的人 我控制不住情绪 冲苏云吼了起来 你闭嘴 这话像是触及什么开关似的 苏云委屈细细地跟沐斯阳撒娇 斯阳 她凶我 沐斯阳瞬间脸色暗沉 愤怒 厌强矣 还有有完没完 不就是陪阿姨砸的金蛋吗 你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 阿姨她一个女人不容易 又要忙工作 又要忙装修 我不过就是大把手 帮帮她怎么了 你也是女人 不理解阿姨的不义也就罢了 还无理取闹的胸盘 这就是你的素质吗 我简直被她的歪理 气得吐血 但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 我深吸几口气 忍住内心汹涌的愤怒 亚生 穆斯阳 你可要想清楚 躺在手术台上的 可是你亲妈 你真的要为这个所谓的夹金蛋 致她的生死不顾 穆斯阳听我说完 神色一正 微眯着眼打亮我 神色似有松动 她还未开口 就被苏云激动的声音打断 她指着大厅的大屏幕 尖叫 斯阳 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咱们赶快进去吧 她摇了摇穆斯阳的手臂 语气软软撒娇 斯阳 你手气一向好 这次我的装修五折 可全靠你了 穆斯阳过不了美人关 当机立断 好 看我给你砸个五折来 说完 就和苏云往装修公司内走去 我拉住穆斯阳的手臂 哀求 妈还在医院等着你救 她是你亲妈 爸去得早 她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不容易 你不能不救她 苏云一心惦记装修五折 也出声催促 斯阳 要是错过号 就砸不成了 想到婆婆对我的好 我狠了狠心 你不就是不想 让斯阳帮我砸金蛋吗 您说就是了 我还能拒绝不成 她咬着唇 眼泪一秒落了下来 唯唯去去的看着穆斯阳 斯阳 你不用管我了 和她走吧 都怪我 让你们闹得不愉快了 她唯唯去去的提脚离开 不过是以退为进 果然 心忙眼下的穆斯阳 立刻伸手将女人拉入怀中 一把甩开我 声音冷酷 你就是见不得爱云过得好 容不下我帮她一把 说完这番话 她便和苏云快步离开 不管我怎么私生哀求 她都没有回头 我绝望地摊在地上 浑身无力 根本起不了身 这时 张医生来的电话 嫂子 你跟穆主任赶快回来 阿姨情况乐化 快不行了 我整个人打个寒颤 爬了起来 独自开车回了医院 婆婆面如金指 却极力抬头看向我的身后 她在找穆斯阳 可惜她没来 她却陪她的初恋砸进淡去了 我既恨穆斯阳的无情冷酷 也恨自己的无能 我站在婆婆的病床前 眼泪稀里哗啦 嘴里一个劲地道歉 妈 对不起 都是我没用 婆婆仿佛知道发生了什么 苦涩一笑 眼眶有泪一出 不是你的错 咱们乔乔是好孩子 小赵 你作证 我的后事全全由乔乔负责 乔乔别利碑 重鱼美人 公公姓鱼 最喜欢鱼美人 她当年选择了海葬 婆婆之前就玩笑地说过 死后要在目前种上一圈鱼美人 我流着泪点头 妈 都听你的 你放心吧 婆婆气息渐弱 直到全无 我扑在婆婆的身上 哭得昏天暗地 直到再也哭不出眼泪 我才逐渐冷静下来 开始处理婆婆的后事 我再次拨通了老公的电话 没想到她一秒挂断了电话 既然至亲之人都比不过白月光 那最后一面见不见 怕是也无所谓 我撑起身子 给婆婆买来的兽衣 联系殡仪馆 将婆婆拉过去 从火葬场出来的时候 婆婆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盒子 我不明白 那么心善又体谅他人的婆婆 怎么就生出来一个眼瞎心忙的白眼狼 我带着骨灰盒回了家 慕斯阳没回家 他还在比苏云 我抱着婆婆的骨灰盒在沙发上等了一夜 也没等到慕斯阳回来 凉薄如斯 令我忍不住心寒 我回房换了一套黑色的套装 打算去给婆婆选墓地 但在门口 我与彻夜未归的慕斯阳撞个正着 他看到我 眼里闪过一丝心虚 随即出言解释 昨天我给阿云砸到五折装修优惠 他很兴奋 我们就喝多了 他的声音忽然戛然而止 同人一缩 死死地钉在我手里的骨灰盒上 这是什么 我跟慕斯阳是高中同学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什么交集 高二那年 我家里出了变故 爸妈飞机逝逝没能再回来 我成了孤儿 那时候我情绪不对 慕斯阳身为班长就多关注了我一些 一次 我站在河边发呆的时候 被慕斯阳发现 他以为我想跳下去 就坐在一边守着我 我说这个世界没了牵挂 真没意思 他当时一脸认真的告诉我 如果我非要有个牵挂才能活 那就让我把他当成牵挂 那天 我四海般的心壶被吹起一丝波澜 我们的谈话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只是在我身边出现的频率很高 高到同学们嘲笑他是我的根屁虫 他什么都不反驳 我行我素地跟在我的身后 后来我们成了同桌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我的目光看向他时 总能对上他的目光 四目相对 他总是含笑看着我 眼中的光柔和如下夜的月光 渐渐的 当我们目光对上后 我的心跳会加快 脸颊会发烫 高三那年 他问我他是不是已经成为了我的牵挂 他问这话的时候 耳根红红 我问 如果我已经将他成牵挂 他会怎样 他目光温柔如水地看着我 那我努力让你牵挂一辈子 那一天 我觉得冬日风吹在身上 如他的目光一般 温柔如水 我以为他真的会成为我一辈子的牵挂 却没有想到苏云的回国 让一切变得面目全非 他不再是那个 会用温柔如水的目光 看着我的少年了 彻夜不归 是因为苏云心情不好 需要他陪伴 结婚经验日回不来 是因为苏云要去看心情放烟花 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任何情况 苏云都可以一个电话 将他从我身边叫走 我于他而言 渐渐变得可有可无 他对苏云的偏爱 让我对他的失望 一天多过一天 但因为婆婆的存在 我对他依旧无法生出怨恨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 给了母亲般的关爱 我甚至以为穆斯扬的存在 只要能陪在他身边 对我而言 也什么都重要 现在 不是妈妈生死妈妈的婆婆走了 他毁了我第二个家 我带着对他的恨意 将手里的骨灰河抬高 冷笑 穆斯扬 你这么聪明 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他惊得后退一步 眼睛瞪得大大的 视线在骨灰河和我的脸上 来回游移 空气 静气得如死水一般 半想 他才反应过来 恶狠狠地瞪着我 像是凶残的野兽般 恨不得将我吞噬 艳桥 你现在真的太不像话了 就算我昨晚彻夜为你生气 但也不能一大早 拿骨灰河吓我 你也不嫌晦气 穆斯扬推开我 走了进来 直奔婆婆的房间 边走边叫 妈 妈 当然没有人答应他 那个能答应他的老太太 已经变成我手里一盆死灰 没有听到回应 穆斯扬脸色肉眼可见的慌张起来 猛地伸手推开骨灰河房间的门 走了进去 自然一无所获 他脸色发白 语气仓皇 燕桥 我妈人呢 他是不是出去早锻炼了 到这时候 他还在自欺欺人 想到他也是害死婆婆的帮凶 我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 举着骨灰河 沐吼 穆斯扬 你眼瞎了吗 妈就在这里 你看不见吗 他眼睛瞬间痴红 目自欲裂 你没完美了是吧 先诅咒我妈被车撞 又说他在医院等我手术急救 现在更美朴地用骨灰河吓唬我 我看是我对你太好了 你才有胆子这般胡乱行事 我告诉你 燕桥 哪怕今天妈出来拦着 我也要好好教训你一顿 他以为他这么一下 我就会歹口吗 穆斯扬知不知道 我比他更想 这是一出命运的恶作剧 下一秒 婆婆就能如往常一般 笑容温暖地看着我 可是 他真的死了 我忍住泪 只是穆斯扬 如果你教训我一顿 能让妈活过来的话 我宁愿被你打死 我有没有说谎话 你打个电话给你科室的赵医生 不就知道吗 昨天他是妈的急诊医生 穆斯扬微眯着眼睛 深深地打量我 我浓重悲伤 我不觉泪水 似乎都让他无法回避 他终究颤抖着手 掏出了手机 此时 他的手机骤然响了 是苏云发来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侧脸很像婆婆 随即 苏云的语音发过来 斯扬 我刚刚好像看到阿姨了 他在沿湖慢跑 都怪我太太爱了 没追上他 穆斯扬忙回了过去 你先努力跟上去 我这就来 吩咐完 他立声威胁我 燕桥 等我把妈接回来 一定会狠狠教训你 这两天的胡闹 你给我等着 穆斯扬看我眼神仿佛带了刀子 要把我大谢八块的愤怒 显然 骨灰盒触及他的底线 他宁可相信是我在胡闹 也不相信婆婆已经死亡 他放下狠话 摔门离开 而我 也抱着婆婆的骨灰去了墓园 悬墓地 下葬 随着婆婆的入土 我对穆斯扬最后一丝留恋也没有了 我遵从婆婆的遗愿 不利碑 种羽美人 我在婆婆的墓周边 种满了羽美人 每一株都是我亲手在上 他们承载了婆婆对公共的思念和深情 也承载我对婆婆的无尽怀念 种完羽美人后 我坐在墓前陪着婆婆 直到夕阳西下 我才勉强暂时压制住悲伤 起身离开 然而 冤家路窄 每走多远 就看到穆斯扬和苏云连妹而来 苏云的手中也捧着一个小小的骨灰盒 远远的 听她伤心的感叹 斯扬 你说贝贝怎么这么倒霉 不过马路也会被车撞死 也不知道 我给她按照人类规格举行葬礼 她会不会喜欢 我以前听穆斯扬说过 苏云养一只狗 取名贝贝 但是不是说了 只要按照人类规格 给贝贝举行葬礼 她下辈子就能投胎做人 能做人贝贝肯定喜欢 要不是切尔听到 我都不敢相信 穆斯扬为了安慰苏云 能说出这么离谱的话 不过 再离谱也跟我没关系了 此时 穆斯扬与我的目光撞得正正 瞬间 她换了神色 冷漠如冰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没回答她的问话 而是问她 找到妈了吗 就不信 她们能变成一个驼不来 提到这事 苏云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我怒到 燕桥 我不知道你跟阿姨说了什么 让她避开我们 我跟斯扬追都没追上她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你的无理取闹 人类贝贝被车撞死了 不知道 我默默回应 苏云被气得差点吐血 你怎么能这样冷漠无情 贝贝她虽然是条狗 但一样是条鲜活的生命 就是因为你挑唆阿姨躲起来 我们追她的时候 疏忽了贝贝 她才会被车撞死 我气笑了 对 你的狗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我婆婆的命 就不算鲜活的生命 她明明都被你们害死了 还要让她背负躲起来 和我联手害死你狗的罪名 穆斯扬是我婆婆的亲儿子 我执意要她的婆婆 怎么就无理取闹了 是不是非得像她一样 眼盲心盲 为了陪你杂金蛋气 你婆婆的生命不顾 才是对的 你们是杀人凶手 是杀死我婆婆的凶手 最后一句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婆婆死了 死不瞑目 明明可以就回来的 只要没有眼前人 和那个618杂金蛋 穆斯扬就可以回医院就婆婆 她就不会死了 苏云瞠目结舌 燕桥 你是不是生病了 阿姨云还活着 你怎么非说她死了 还将罪名怪到我们的头上 是不是想让斯扬 背负心灵和道德的罪恶感 这 心思也太恶毒了吧 穆斯扬像是想到什么 眉头错的能夹死苍蝇 你不会为了作戏拳套 将那个骨灰和脏了吧 我扯出个冷笑 要你管 脉开不乏离开 却被穆斯扬拉住手臂 温热的手掌触碰 我恶心的想吐 神经质的甩开 别碰我 穆斯扬没想到 我会是这个反应 愣了一下 眉头紧锁 变桥 你又发什么神经 曾经无比熟悉的男人 如今只觉得面目可憎 看着穆斯扬的脸 我脑海中全是婆婆死亡时 那合不上一眼 滚原点 你让我恶心 扔下这么一句 我转身 毫无留恋的离开 以前我会争电 会解释 可是现在 我连跟她说话的欲望也没有了 身后 穆斯扬目光灼灼 表情有些古怪 这是我第一次 干脆利落的从她身边走开 她看着我的背影 心头生出一股奇异的感觉 仿佛我正一点一点 从她的世界脱离 破天荒的 她扔下苏云追了上来 难得好生好气 你别再闹头了 你说说 谁做老婆做成你这样 为了争宠 就着婆婆被车撞进手术室急救 为了吓唬丈夫 就连和婆婆做戏躲了出去 为了糊弄住丈夫 离谱到买目的藏空骨灰河 你说这一件件 一桩桩 除了我 谁还能容得下你 穆斯扬竟还认定我在骗她 婆婆去世的事情 但凡她上点心 打个电话给赵医生 就该清楚了 但她没有 我忽然恶劣地期待她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希望她还能像现在这样 理直气壮 高高在上 我对她的回答 只有一句话 我们离婚吧 穆斯扬 说这话时 我目光专注地看着她 神情无比认真 她整个人傻了 语气是没有反应过来的证了 你说什么 我不再作答 知道她其实已经听清楚了 不想再在她身上浪费时间 我错身 与她擦肩而过 穆斯扬终于慌了 挡住我的去路 你先回去 等我陪她云人葬了贝贝就回家 到时候 我们好好谈谈 把误会解开 再加妈街回家 以后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她大概觉得 这次将我刺激很了 居然破天荒红我 换做婆婆在时 我都会欣喜接受她的 好好过日子 甚至可以出言 给她台阶下 可是现在 我的心已经随着 婆婆的骨灰一起下葬 我摇头 冷笑 不思扬 我们没有家 也没有以后 哪里还有家 家都被她毁了 真是荒谬 她这样的人 竟也幻想以后不好日子 不思扬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眼底蒙上一层阴雾 燕桥 这话你说回去 我当没听见 我冷笑 能不能比我恶心我了 连妈的生死 都不比过你心上人的杂金蛋 我不离婚 她下一个死的人就是我 她阴沉着脸 烦躁异常 这谎话你是过不去了 张口就是死 你也不怕晦气 不怕 还能有比嫁给你更晦气的事 我淡淡地说 趁着她正愣的瞬间 我飞快地离开 莫斯扬周身躁遇 看着我越走越远的身影 总觉得有什么 在一点一点流逝 终将彻底失去 出了墓园 刚上车 几乎一路跑步回了墓园 斯扬 大师说贝贝投胎做人 会是个美人 这种满于美人的墓地 应该就是大师说的有缘之墓 我赶到的时候 苏云已经将手中的骨灰盒 放进了婆婆的墓里 几名农兵公母样的人正在填墓 我为婆婆惊挑细选 亲手在下的于美人 被糟蹋得东倒西歪 婆婆的骨灰盒 也被随意丢弃在一旁的地上 谁让你们挖的 我跟你拼了 我捡起地上的铁锹 发疯一般冲过去 对着那填墓的几人一顿乱舞 那几个人忙闪到一边 苏云像是被吓到 躲在穆斯扬的身后 伸出脑袋 燕桥 为什么我做什么 你都要来破坏 贝贝他死得那么惨 好不容易找到有缘之墓 你是不是非要让他下辈子做成人 我已经让管理员 联系目的家属了 双倍的价格买下 让他们重新选个 此人比不得真金白银 家属肯定没意见的 你一个不相干的人 又来闹腾什么 我没说话 直接挥舞着铁锹 挖他们钢田下的土 这是我花了一上午 千挑万选为婆婆挑选的地方 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人占据他 更何况是一条狗 穆斯扬终于认出 地上的骨灰盒 是我早上捧的那个 燕桥 你将个空骨灰盒葬下去 胡闹也就罢了 现在还要挖出贝贝的骨灰盒 为了把空骨灰盒 跟个泼妇似的 它就这么重要吗 穆斯扬看不惯我对骨灰盒的重视 迁怒骨灰盒 一脚踢向婆婆的骨灰盒 这一下子 他没收力 骨灰盒在地上翻滚了几下 里面的骨灰洒落下来 我尖叫一声 扑了过去 伸手想捞起那洒落的骨灰 但老天却故意使坏 风骤起 吹起一地 不 不 妈 对不起 不 我与无伦次 整个人像个疯子一般 伸手乱抓 妄图抓住那些飘散在空中的骨灰 手怎么能握住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婆婆的骨灰 随风而散 我好恨 这一刻 我恨不得杀死穆斯阳 我从地上爬起来 用仇恨的目光瞪着穆斯阳 他也傻了 叽叽巴巴 对不起 我不知道 里面真的有骨灰 我以为 是空 啪 我狠狠地抽了他一巴掌 打断他的推托之词 声音如冰窖中冻结过一般 那是妈的骨灰 穆斯阳 你摇妈的骨灰 我生死力竭地吼着 穆斯阳身体瞬间僵硬 嘴唇却一个劲地抖动 你还在撒谎 燕桥 我告诉你 你在撒谎 我 打电话给赵医生 现在 立刻 马上 打电话给赵医生 看看我有没有撒谎 我从未有过的强势 穆斯阳竟被我气势所振 颤抖着手掏出手机 拨通了赵医生的号码 小赵 燕桥骗我 说我妈昨天被车撞了 送我们医院抢救 是你做的手术 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赵医生打断 穆主任 嫂子没有骗你 阿姨昨天已经去世 原本是可以救活的 只要你及时赶到 不 不 这不可能是真的 穆斯阳怒瞪双眼 使劲摇头 不愿意相信 穆主任 是真的 你急安顺便 她被赵医生肯定回答 惊得脸上瞬间失去血色 连手机都拿不住 滑落在地 下意识地看向地上 散落的骨灰渣子 声音颤抖如丝 燕桥 真的 真的 是 是 我妈的 我妈的 骨灰 她身后素晕的脸色里变了 我忍着泪 咬着唇 红着眼睛反问 你觉得呢 她双手握拳 手柜轻轻跳起 痴痴地看着那破碎的骨灰核 所以 你昨天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我胸口恨意汹涌 瞪着她 私生 我跟妈感情有多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怎么会拿妈性命攸关的事 骗你撒谎 听到这话 穆斯阳挺直的脊背 瞬间弯了下去 勾搂得如同垂木老人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她捂着脑袋 蹲在地上 痛哭流涕 随后 醒悟过来一般 扑到在地 双手扒着地上的骨灰渣子 想要放进骨灰核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手抓不住的灰烬 她又怎么能抓住 只能泪流满面的 看着空空的手掌 一次次给死去的婆婆道歉 我看着她痛苦流泪的脸 只觉得恶心 一把将她推开 捡起残存的骨灰核 愤然开口 别在妈坟前哭 脏了她们回路 但凡你心里有妈一点位置 她今天也不会在梦园 我一再打电话 让你回医院 给妈做急救手术 你是怎么做的 你嫌我烦 直接关机 断了妈的生路 妈在医院病选一线 赵医生说了 只要身为外科医 把刀的你能及时赶回来手术 妈就能救了 我想尽办法找到你 你又是怎么做的 你在妈和陪苏云砸金蛋之间 选择了给苏云砸金蛋 我一遍遍给你解释情况 甚至不惜会地求你 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你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妈生理养你一场 到头来她的命在你眼中 竟然比不过 陪苏云砸金蛋重要 她死了 好不容易入土为安 你还要为了苏云那只狗 将她的骨灰刨出来不说 还将她错捕杨灰 穆斯扬 那她上辈子造了什么灭 怎么生了 你这样猪狗不如的儿子 穆斯扬被我质问得连连后退 拼命地摇头 不 我 我只是以为你骗我 我 她自己都说不下去 无力为自己狡辩 我泪流满面 双眸赤红盯着她 像是盯着仇人一般 对 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苏云说我拿妈做法子 你信 苏云说我和妈联手演戏 你信 苏云说她看到妈 你还信 穆斯扬 你知不知道妈死的时候 眼睛都没闭上 她该多失望 多难受 你知不知道 妈临死前留下了什么话 她说她的后事 由我全权负责 你告诉我 她是抱着什么心情 说这番话的 你说我不配妈对我这么好 那你告诉我 你配吗 你还记得妈说过的 爸最喜欢云美人 他死了之后不立碑 只在他目前种上云美人吗 你怎么可能记得 这要记得 又怎么会挖了妈的墓 只为给苏云的狗让位置 生你养你的妈 在你心中 不如苏云的一只狗 穆斯扬 这就是你的孝道吗 午夜梦回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一通疯狂输出 将长久的以来的委屈 和怨恨发泄 我为婆婆的死难过悲伤 更替她感觉到不值 穆斯扬被我对得无地自容 她捂着脑袋 用力的锤打 痛苦煎熬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第一次 骄傲自负的穆斯扬 放下身段连连道歉 可是谁还稀罕呢 她的道歉来得太迟了 生她养她的婆婆 再也听不到了 你别跟我道歉 你该道歉的人是妈 穆斯扬 你知不知道 但凡你对我有那么一点信任 对妈有那么一点关心 她都能就回来的 明明只要你赶回来 妈就能活下去的 你为什么不回来 你为什么非要等到妈死了 才后悔 失去了爱我疼我的婆婆 我痛不欲生 我恨穆斯扬的冷酷无情 自然不会让她好过 专票刺人的话说 苏云见我疯子般说不停 将穆斯扬刺得挺不直腰杆 她终于忍不住站了出来 面瞧 阿姨发生这样的事情 斯扬也不想当 她失去妈妈已经很痛苦了 你还在这里嘟嘟逼人埋怨她 你的心也太狠 我没等她说完 就毫不犹豫的狠狠甩了她一巴掌 你还有脸说话 要不是你三番五次阻挡 穆斯扬怎么会不回来救她亲妈 说起来 你才是害死我婆婆的罪魁祸首 就连婆婆的骨灰羊了 也都是因为你和你的狗 如果说穆斯扬蠢 那你就是毒 我婆婆会落到这个地步 你苏云功不可没 以前 为了保持家的完整 我对苏云的各种作妖 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现在 婆婆被她们害死了 家也散了 我哪里还能忍得下去 苏云被我这巴掌扇猛了 但反应过来 她手臂已经扬起 对着我的脸而来 啪 巨大的巴掌声响起 不是来自我的脸 而是苏云的 穆斯扬在苏云的巴掌 落在我脸上之前 狠狠地抽了她一把光子 苏云捂着瞬间 红肿一片的脸颊 不敢置信地看着穆斯扬 她不相信穆斯扬会打她 斯扬 第一次 穆斯扬对苏云动手 这些年 穆斯扬对她呵护有加 别说动手 连去斥责的话都没有过 巨大的落差 让她无法接受 穆斯扬却仿佛仿佛没有看到 她的震惊和委屈 下一秒 又狠狠地甩了她一个耳光 目光鹦鹉 神色争鸣 都是你 都是你非要我帮你砸什么破金蛋 否则我怎么会错过我妈的急救 要不是你非要将狗 葬在长满于美人的墓里 她的骨灰又怎么会被挖出来扬啊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边说边对苏云拳打脚踢 仿佛所有的愧疚和悔恨 都找到了缺口 而苏云就是这个缺口 自然要承担她所有的怒气 苏云很快就从错愕中回神 回神后 她开始反击 穆斯阳 你怎么有点打我 你以为你将一切推到我身上 就能显得你无辜 你做梦 是 是我要你陪我砸金蛋墙 我折装修的 是我要你将被备葬在这个墓里的 但是你别忘了 这一切前提都是你自愿的 从头到尾 我没有逼迫你一句 怎么 现在知道后悔了 那你当初做什么人的 你这要是关心你妈 一个电话打给你科室医生 我已经不想再看他们狗咬狗的戏码 到这残破的骨灰盒 头也不回得离开 将身后恶毒的咒骂 凶狠的拳打脚踢抛下 所谓放不下的初恋 过不去的白月光 不过如此 回到家里 我小心翼翼收集了骨灰盒里的残渣 装在小小的玻璃瓶里贴身挂着 然后就开始收拾行李 曾经这个家 有婆婆 我才愿意留下 可现在 家散了 这里已经没有能让我停留的温暖了 行李不多 只有几件换洗衣服 收拾好之后 我从床头柜拿出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 放在客厅醒目的茶几上 打开门 看到穆斯扬靠在门外的墙壁上抽烟 他面色苍白 憔悴地与昨天盼落两人 像是一息之间老了十多岁 看到我出来 他的眼神落在我手上行李上 眼神沉痛 变巧 你不要我了吗 不要了 我淡淡开口 看他的眸中 再无感情 他没想到我会这般干脆利落 眼中似有潮湿的泪意 却强忍着不让他落下 是否挽留我 别走好吗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搭理苏云 就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 我冷笑 你不是什么都清楚吗 以前他总是说他和苏云都过去了 现在只是朋友 但凡我不高兴 他在苏云的身上花费时间精力 他就说我心脏 看什么斗脏 他和苏云之间是纯洁的友情 友情 有没事牵手拥抱的友情吗 有彻夜不归 被靠着被看星星的友情吗 有共用一个水杯 你一口我一口的友情吗 现在看来他不是不知道 自己和苏云之间的越轨 只不过是装糊涂罢了 穆斯阳焦急地解释 我知道错了 我改 我以后都改 求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好不好 高高在上的怒大主任 也知道说求了 如果婆婆还在 听他这样说 我肯定毫不犹豫地点头 可惜物是人非 我已经彻底不稀罕了 不好 腹水难收 我决绝地拒绝 一点灰旋于地都不留 瞧瞧 你想想我妈 她一直希望我们能好好地白土偕老的 你忍心让她在天之灵失望吗 穆斯阳眼中是浓浓的期盼 我知道 她希望我看到婆婆的份上留下来 可是婆婆已经死了 被她和苏云害死了 我怎么可能会没害死婆婆的人 留下来 文立生 你还有脸提妈 你害死了妈 我怎么可能会跟害死妈的人白土偕老 要我留下来 除非你把妈还给我 我吐字清楚 字字重读 喷在穆斯阳的脸上 我就是要她清醒地知道 是她亲手毁掉了这个家 穆斯阳却仿佛听不懂 依旧红对眼 苦苦哀求 瞧瞧 别这么狠心 算我求你了 别离开我 妈已经死了 我不能再没有你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对于她的哀求无动于衷 可是我看到你就想吐 怎么留下来 我的话 决绝不留丝毫余余地 说完 我便掠过穆斯阳 提着行李 头也不回地进了电梯 她目光无神 神情哀痛地站在电梯门外 我面无表情 冷漠地站在门内 门外 门内 些许的距离 但我和穆斯阳都知道 那将是我们一辈子跨不过去的沟壑 电梯的门 一点一点和尚 她的脸 一点一点消失在我的世界 最后的缝隙中 我听到她哀伤悲痛的声音 瞧瞧 她哭了 可我心如死灰 没有一丝心疼 穆斯阳就亮眼睁睁地 看着我从她的世界中离开 无法再做任何的挽留 我戴着装着婆婆骨灰的小锅里瓶 踏上流浪的旅途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广袤的草原 荒芜的沙漠 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 高耸明霄的山顶 我们走走停停 不急不慢地欣赏沿途的风景 后来 我收到穆斯阳的消息 她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好字 我看着她签在协议上的名字 内心一阵轻松 长久以来心里的阴霾 在这一刻终于消散 我知道 回去的时间到了 回去之前 我带着婆婆去了公共海藏的海域 站在蔚蓝的海边 我打开瓶盖 将骨灰挥洒 仰头 看向天空 白色的云朵中 似乎有婆婆的慈祥笑脸 妈 我就知道你是愿意的 我笑着离开 回到城市 飞机刚落地 就接到赵医生的电话 嫂子 牧主任不行了 你快来医院 她在电话里跟我解释 自从我离开之后 穆斯阳过得很不好 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整天恍恍惚惚 连手术都做不好 有一次差点出现医疗事故 还好其他医生急身弥补 才没有酿成大火 但是 这次以后 她彻底拿不动手术刀了 曾经的外科一百刀损落了 医院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 让她回家调整状态 她却为了麻醉自己 开始酗酒 每次喝醉了 她都会去找苏云 对她拳打脚踢 为此 连警察局都进了几次 她却依旧我行我素 昨天 她又喝醉了 闯进苏云的家 对她失道 苏云受不了这样 没完没了的折磨 捅了她八刀 用的还是她送的手术刀 曾经忘不了彼此的白月光 一个掩掩一息送进医院 一个手带镣铐 带去警局 赵医生在电话里 感叹他们的孽缘 我却一言不发 孽缘也罢 良缘也好 都与我无关 到了医院 赵医生将我带进了重症监护室 穆斯阳浑身插满了管子 或许是感应到我的来临 她忽然睁开了眼睛 瞧瞧 她声若闻呢 艰难地发出嘶哑的声音 我走到她的床头 看着这个曾经让我又爱又恨的男人 声音平和 是我 穆斯阳 我来看你了 她笑了 笑容明朗 竟又有了年少时的一份风采 是啊 你来看我了 谢谢你 还可来看我 她的声音很轻 轻得仿佛下一秒就断了似的 我让她不要说话 休息休息 她笑着坚持开口 执意问我 瞧瞧 我是医生 我知道我不行了 我也知道自己 这一声分账 对不起你 对不起妈 但我还是想问问你 如果有来世 你能不能忘了这一切 咱们重新开始 她目光深深 眼神涣散 但眸中的期待可求 却能力的吓人 我沉默了许久 终究摇了摇头 不了 我们到底为止吧 这一时 她已经做太多的苦 来世 就让我去寻别人给她糖吧 我的回答 消散了她眼中最后的光 她苦笑 也是 我这么混账 你怎么还会哟 她笑得比哭难看 眼尾有泪落下 泪水滑过她受撬的脸颊时 穆斯阳的心跳停止了 她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赵医生转告我 穆斯阳拜托我帮她处理后事 我没拒绝 将她葬在了 曾经婆婆被拆的墓里 离开木兰的时候 阳光正好 穆斯阳已经成为了过去 而我 即将迎接我的美好未来